嗨,宝贝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是谁?嗯,在我的头上。 有一天,小鼹鼠从地下伸出头来, 开心地迎着阳光说, 哇,今天天气可真好。 这时候,事情发生了, 一条长长的,好像香肠似的嗯嗯掉了下来, 糟糕的是,它正好掉在小鼹鼠的头上。 搞什么嘛,是谁嗯在我的头上? 有一个影子闪了过去, 但是小鼹鼠的势力不好, 看不清到底是谁。 一只鸽子飞过来了, 小鼹鼠问她, 是不是你嗯在我的头上? 可不是我,我的嗯嗯是这样子的, 咦咦咦咦咦。 说完,一团又白又湿的嗯嗯就掉在了鼹鼠脚边了, 小鼹鼠只好跑去问牧场上吃草的马先生, 喂,马先生,是不是你嗯嗯在我的头上? 可不是我,瞧,我的嗯嗯是这样的。 马先生的屁股一扭,一坨又大又圆的嗯嗯像马铃鼠一样咚咚咚地掉了下来,小鼹鼠失望地走开了。 小鼹鼠问一只野兔,你,是不是你嗯嗯在我的头上? 哈哈哈哈,当然不是我了,你瞧,我的嗯嗯是这样的。 野兔立刻转身,十五个像豆子一样的嗯嗯掉了下来,啪啪啪在小鼹鼠的耳边响着,小鼹鼠立刻跑开了。 小鼹鼠问刚睡醒的山羊,是不是你嗯嗯在我头上? 啊,不是我,不是我,我的嗯嗯是这样的,你瞧。 山羊的嗯嗯像一颗颗咖啡色的球掉到了草地上,小鼹鼠看了看,默默地走开了。 小鼹鼠正在问吃草的奶牛,是不是你嗯嗯在我的头上? 当然不是我,我的嗯嗯嗯是这样的。 奶牛的嗯嗯好像一盘巧克力蛋糕,小鼹鼠一看,就知道它头上的嗯嗯不是奶牛的。 小鼹鼠又跑去问猪先生,猪先生,是不是你嗯嗯在我的头上? 当然不是我了,我的嗯嗯嗯是这样的。 猪先生立刻吃的一声,掉下来一坨软软的嗯嗯。 咦,太臭了。 小鼹鼠捂着鼻子跑开了。 远远的,小老鼠看见两个小家伙。 是,是,是不是你们。 他一面说,一面走进它们,原来是这两只又肥又大的苍蝇。 哼,我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了,嘿嘿。 喂,到底是谁嗯嗯在我的头上呢? 苍蝇说。 哈哈,你乖乖坐好,我们试试就知道了。 苍蝇戳了一下,它头上的嗯嗯,立刻说。 哈哈,太简单了,这是一坨狗大便,嘿嘿嘿。 小鼹鼠终于知道是谁嗯嗯在它的头上了。 好啊,原来就是这只大狗。 大狗正在打瞌睡,小鼹鼠爬到它的屋顶上。 扑吱一声,一粒小小的,嘿嘿的,嗯嗯,掉了下来,正好掉在大狗的头上。 然后,小鼹鼠就钻回底下去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欢迎关注鸽子酱讲绘本,鸽子陪你一起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